这令人感动的是新北市板桥这家小吃面店的老板娘的爱心 老板娘参考国外实施的带用咖啡的做法 推出了带用爱心面 就是说顾客来这个地方可以先预付餐费 那么等到弱势的民众上门之后 就可以免费的饱餐一顿 很厉害的爱心做法 两个月之内成功募集了将近30碗的爱心面 大把蔬菜与肉丝海鲜一同进热锅炒香 跟着加入高汤与油面焖煮熟透后 豪迈的往碗公一道 大份量的营养食井面热乎上桌 受赠老人家大块朵頤边吃边谢 老板娘则走到悬挂扇心的店面角落 朝白板做记录 因为店里面的免费好康 全都出自客人们的爱心寄托 所谓的待用做法是店家提供小吃餐点 让客人预付爱心 等到有需要的民众上门就能免费享用 老板娘承袭意大利待用咖啡的做法 改以待用面募集爱心 两个月内存了近30碗爱心面 帮助数十人挨过饥饿 附近店家纷纷响应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帮助蛮多的人 就想把爱心推广更多人就对了 我比较辛苦 我会给他们讲说 你来这里吃面不用钱 你尽量来吃不要紧 他们都会说觉得不好意思 我说你不用怕饭吃 他们吃了饱我们就很快乐 所以是这样啊 开店走过三十个年头 年过半百的面店老板娘 从儿子口中获知 待用爱心做法 在国外已经行之有年 决定起而行打头症 让爱心暖流源源不断 你不分辨新的希望 把爱心 acoustic 想 领